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3月9号星期六 大家好 华为正如我们之前报道的 到了美国 到德萨斯州 现在状告美国联邦政府 很多人说华为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点来讲我们是认同的 因为以前有一家俄罗斯的煞毒软件公司 叫卡巴斯基 当时美国政府也是禁止 像什么国会 白宫 这些联邦的重要机构 还有包括一些军事机构 去使用卡巴斯基的软件 当时俄罗斯的这家公司 卡巴斯基也来美国 状告了美国联邦政府 最后法官 法院就判决卡巴斯基败诉 华为跟卡巴斯基比较像 当然华为是提供的算是硬件层面的 卡巴斯基提供的是软件层面的 但是都涉及到了政府的安全信息 这个环节 我认为从卡巴斯基 先因为美国属于这种案例判决 以他这个案例来讲 华为我看不太可能能赢 不过当然了 因为卡巴斯基他是软件 华为是硬件层面的 这两个还不一样 我也不认为在法庭上能够直接引用 卡巴斯基的案例 但是结果差不多 因为我想美国也不会开先河 就是说像这种外国公司到美国 尤其是一个就是说独裁制的国家的公司 来美国来状告美国政府 如果开了这个先例的话 以后就不好过了 是吧 所以以此来讲 华为状告美国政府 我看最后赢的面不大 不过现在我们也低调 别说百分之百 我说百分之九 赢不了留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因为我相信华为既然准备了告美国政府了 肯定就想好了 花钱 肯定会请比较好的律师团来 咱们看看那些律师 因为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说美国的这些律师们 就是巧说如簧 我在这个节目里 我有讲过就关于奥巴马 他姑姑申请证庇护那案子吗 没有 没讲过 讲一下 讲讲美国的律师 怎么能够巧说如簧 把黑的说成白的 奥巴马那时候刚刚当了美国总统 奥巴马他父亲是肯定亚的 对吧 他父亲有一个就是说姐妹 我不知道是他父亲的姐姐还是妹妹 反正算奥巴马的姑姑 奥巴马的姑姑到了美国 就想留在美国 留在美国他没有理由 他就申请了政治庇护 他就说因为奥巴马在美国当了总统 那么回了肯定亚会受到政治迫害 法官最后一看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说肯定亚举国欢腾 倍儿开心 你知道吗 然后记者还去采访 天天还有人给他们家送礼物 都不是不光是他们家 反正奥巴马那些亲戚 他爸爸好像有很多亲戚 兄弟姐妹还挺多 一人生天 大家都得了很多的好处 说你这个不但没有迫害 还得了这么多的好处 这当然就判决你政治庇护申请的不成功 不成功 那么下地解令 地解令之后 要三十天之内的离境 当时纽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 一个大律师 就在报纸上来看到这个报道 这个律师非常敏锐 他找到了奥巴马姑姑 就跟他说你这样子 你找我 我来给你打 我来帮你上诉 因为政治庇护之后可以上诉 他说我来帮你上诉 你来找我 然后姑姑说我没钱 他说没钱没关系 我不是说没钱 有钱 他前面找的律师也花钱 但那些小律师 你可能花个几百块 几千块 你知道吗 打水漂了吗 前面肯定就打水漂了 但是如果我打赢了 你就得跟我一块来证明 你得承认是我给你打赢 你这官司输了 我给你打赢了 你帮我做个广告 就行 因为他就发现奥巴马的姑姑 这肯定全美国的媒体都在关注 对不对 如果我打赢了之后 可以增加我律师事务所的形象 而且这个案子 因为已经是死案了 法官已经判完了 然后我最后能把死案治活了 就让你们看看 我有多牛 奥巴马姑姑一看 死马当活马一 就去了 去了之后 这个人还是申请政治庇护 法官说政治庇护 已经驳回了 知道吗 他说不是 这次政治庇护跟上次不一样 他说上次他们说 受到政治迫害 准确的说不是政治迫害 而他受到了迫害 而不是政治迫害 法官只有什么区别 他说这样子 你看拿出来了证据 连证据都违变 证据跟第一庭提的证据是一样的 完完全全一样的 说你来看 他回去之后 你看奥巴马的这些亲戚 天天24小时 有媒体记者的躲在门口 他只要一出来 就有媒体拍照摄像 然后还不断的有人去敲门 要求合影 给他送个小礼物什么的 他说他的姑姑如果回去之后 就完完全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24小时被媒体记者骚扰 还不断的有人去按门铃 他回国之后 没有办法过这伤人的生活 以死为理由 我申请他在美国政治庇护 法官说这有道理 因为他的隐私都受到了侵害 因为天天一帮人拿着摄像头 怼着他们家的窗户照 你知道吗 都拉着窗帘 你知道吗 然后就打赢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美国 你找一个律师 这个律师真的牛 真的是把黑的说成白的 前两天台北市的市长 柯文哲 柯文哲就说 说现代民主制国家的监狱里边 知道吧 基本上住的都不是有罪的人 不是罪人 他对 他说住的不是有罪的人 是吗 是没有办法的人 当然这个话说的有点重了 柯文哲说的话 说这话说有点重了 柯文哲最近老放炮 跑到以色列 说以色列的纪念馆 是为了宣传以色列 说犹太人那纪念馆 说德国杀犹太人 说这也是为了给犹太人做宣传的 我觉得哥们也是大嘴巴 真的什么都敢说 想什么说说什么 但是咱们要说实话 以色列那个放一边 那个咱不评论 等于我说他说的 现在民主制国家监狱里边住的 不是有罪的人 而是没有办法 人说的有一定道理 当然他指的是陈水扁 陈水扁现在就有办法 跑出来了 办法爬爬揍 当然了 在美国实际上也是这样 你会发现那些有名的 有钱的人 有的时候说是实在的 即使犯了罪 最后也很难进监狱 典型的像什么周立波 当然我说周立波要权我了 谁有罪 还有辛普森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要说 华为请了大律师的话 还是有1%的胜利的可能性 但是9%恐怕的 99%都够枪 华为不是为了赢 花了这么多钱 来打官司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现在有一种分析 就认为 就是说华为 想通过法庭 执政的方式 了解美国政府 是如何获取华为的情报 就是说你的来源是什么 方法是什么 来找出 因为上次我说了 在1月8号 本来 我当时我说 我说美国司法部 应该不会提起 对孟晚舟的引渡了 到了1月9号 美国一个司法部副部长 辞职了 不但辞职之后 还有人不知道是谁 把孟晚舟在华为的内部的材料 释放给了媒体 当时材料一出来 大家很清楚这就是华为内部有内鬼 不知道是间谍还是内 但其实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现在华为可能就想通过这种方式 想要知道你的 就是说你的这些信息从何而来 但是当然了 这个就是一把双刃间的 因为在法庭执政工当中 虽然你是说你要求美国政府提供这些情报的来源 或者不说来源 最起码你要把你的 你说我华为有安全警方 你要提供证据 你这证据只要一提供出来的话 实际上我就有办法知道 这些东西大概我一样 从上分析就倒推回去 我能分析出来 你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对吧 但是美国的议员 就是说2016年跟川普竞选 党内出现卢比奥 马克努比奥 努比奥昨天都特别高兴 他说太好了 欢迎 欢迎华为来告 他说我等不及 让全世界看看 就是说华为是如何采用偷窥和间谍手段 来帮助中国政府作弊 也就是说这是双人间 你在这你可以要求美国政府出庭作证 美国政府也要让你出庭作证 这样的 因为华为多年来 实际上基本上都在桌子底下 非常的低调 任正非之前都连采访都很少 接受 对吧 所以华为有很多的东西 都在下面是暗箱操作的 对不对 美国政府也不知道 在你打官司之后 大家都得翻出来说 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 说实话 华为这招其实是挺冒险的 虽然说飞蛾扑火 我觉得谈不上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 我说华为敢这么做的话 当然有的人就认为华为很愚蠢 都是猪队友出的这种搜主意 来美国告美国政府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 你冷静下来想一想 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美国这边的获取的情报和证据 实际上真的不足以证明华为有间谍行为 你会发现之前英国调查完了之后 说华为的这种安全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当时我就说 我说英国是五眼联盟之一 美国英国大利亚西西兰 他们是五眼联盟之一 那么美国和英国之间实际上是共享情报的 也就是说这些情报 美国有的关于华为这些情报 英国那边实际上是拥有的 那么英国在看了这些情报之后 认为这个情报不足以 就是说不足够来证明 那么有没有可能 就这个官司打到最后 你会发现美国现在手里的情报 但是很多人认为美国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华为是间谍机构 有没有可能就像我之前说的 到最后你会发现 他并没抓住华为的手腕 而只是认为 就是根据中国的情报法 认为华为在未来有可能的做间谍来出卖 就是说所有使用 它不光是美国的 就任何一个国家 使用它设备的信息给中共 问题就在这了 如果你只是推论的话 你还是这句话 这个小孩将来可能会变成杀人模仿 但他现在是孩子的时候 你能对他动手吗 那么存在不存在这个可能性 有可能 这是其一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 就是说你即使华为把他的这些内部文件都抖动出来 你会发现他真的就从他内部来讲 都没有为中国做过间谍呢 假如这两个都成立之后 怎么办 你会想川普说让美国公司自己努力在5G的领域去取得领先的地位 而不是通过禁止别人来获得 川普说这话什么意思 川普是不是也看到了某一些证据 我们今天我不来断言 但是种种的迹象表明 是不是我们现在真的要思考一下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华为真的在5G领域的技术 有一定的领先地位 在成本上也有领先地位 而西方国家的某一些公司认识到了这种威胁 然后就想利用现在中美贸易战要把华为做掉 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了那么多证据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阴谋论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在这 当华为状告美国政府的时候 在法庭上 在法庭的过程当中 双方都要摊开来看看 我们最后来看一看 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 就是说华为真的就是被摆了一道 好 好吧 今天反正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来采取 提醒了一个应该被众人遗忘的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 我们就认为就认定了 华为就是坏单 就是间谍 最后万一不是怎么办 对不对 当然了 我说99.9% 就是一万分之 就是万分之9999 好不好 都是华为是坏单 有没有存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最后他还真不是 到时候怎么办 到时候谁尴尬 到时候谁成笑话 是吧 当然了 华为最近又出来了一个政策 说英国不说它这个安全是可控的 华为就是说承诺英国政府 说在5年之内 华为拿出来20亿美元 把英国政府认为存在的这些安全隐患的 全部杜绝掉 但是现在据说英国那边不太满意 因为就是说堆多少钱 这个英国政府不管 你花多少钱我不管 但是认为5年的时间太长了 那么最后咱们看 当时我就说 我说看英国 你要提出来一个合理的要求的话 华为也许能做到 但是如果你 当时你说5年太长 你说5天 5天也不可能做得到 对不对 5个月 华为能不能接受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就变成一个讨价还价了 对吧 好吧 那么华为这个事呢 以后再有什么新的情况呢 我们再及时向大家汇报 好吧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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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